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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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拿我出气 你拿我打句 你时常夸我是你的好闺蜜 你让我当卧底 你让我旁敲自己 你喜欢谁都让我和她成为兄弟 我比你了解女人 我比你了解男人 我是李讲义气的一性日记 我真心想保护你 给你初衷意识 怕你受委屈 他们说我穿的花 那是我爱文艺 他们说我哪日记记 那是我细腻 什么阿梦阿狗 休想劫才劫色 你们离他远点不然我饶不了你 可你星座娱乐天气 我都能聊几句 各种男女心理问题我看都很容易 动物植物但凡活物都跟我有关系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专制各种暴脾气 我是你的男闺蜜 吵吵闹闹没有秘密 我是你的男闺蜜 谁也别想欺负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其生即使爱着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我是你的男闺蜜 永远陪着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吵吵闹闹闹没有秘密 我是你的男闺蜜 谁也别想欺负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其生即使爱着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永远陪着你 她子宫是先天性异畏 按理说 根本就不可能怀孕的 这次真的是万分之一的几率 让她怀上了 还有啊 我看姨姨是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这样对她子宫会造成二次伤害 将来再想怀孩子就是不可能的了 那她自己知道这事吗 我没敢告诉她 我怕她吓着 那你也没告诉方君啊 我想说来着 那天我去找她 正好碰见她店里出乱子 所以我就没敢说 后来就听说 她把工作辞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再把依依的事告诉她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所以昨天晚上你才跟我说那些话 是吧 是的 我觉得你们俩不太合适 就是因为这个 当初你们俩好的时候 我举双手赞成 可现在这种情况就不一样了 依依要是身体好好的 这孩子打掉也好 生下来跟她前夫夫婚也罢 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 最要命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你说我心狠也好 说我不近人情也行 她心疼她妹妹 我得心疼我妹妹 我得替你着想 还没怎么着呢 去先弄个后妈挡着 那她外傻 这有区别吗 你也不想想 她怎么把她妹妹拉扯大的 年纪轻轻的就撑起了这个价 自己还没成熟呢 就又当爹又当妈的 好嘛 因为终于可以解脱出来了 光今又砸一孩子 这不把后半辈子都给遮进去了 叶珊 那是她的后半辈子不是你的 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现在耽误之急是赶快把这个事情 告诉方君 如果你不好意思说 我去说行吗 博士 你不能跟我哥说 让我哥知道我就完了 我都想好了 我马上去把孩子做了 依依 我跟你说 我哥要知道我在骗他 最多就下场雷震雨 可让他知道我怀孕了 这事就是强抬风了你知道吗 我不能冒这个险 干嘛 你帮我跟医院打个招呼行吗 吃咬开刀都行 反正我横竖都是爱骂了 我刚去腾空的肚 晴装上阵得了 依依 求你了 跟我进来 干嘛啊 小芳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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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安心呢 走走走走 坐下 关机你 小芳 你可真够厉害呢 海南岛刮台风 你都能给查出来啊 我这炸他呢 你说一炸给炸楼馅了 这真不在海南岛 这丫头片子跑哪儿去了 别出事啊这 不会的 不会的 你就想吧 你都这么聪明了 你的妹妹 能是个傻子吗 那可保不齐 人家智商情传给我一人了 她看着精 其实就是一糊涂蛋 不会有事情的 现在当务之急啊 是夜山 你要赶紧给她打了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亲妹妹 老话说得好 叫什么亲 亲人如手足 我兄弟 兄弟如手足 是吧 这个女人如衣服嘛 你甭劝我了 我都算了 闭嘴 现在怀孩子的人是你 这个孩子是刘还是打 你说了算 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做决定 所以也没有人能够替你承担结果 那 那你要劝我干吗呀 因为方俊是你哥哥 他是最在乎你的人 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你心里很清楚 如果伤害你自己等于伤害他 你忍心这么做吗 第二 就算你要打掉这个孩子 也要考虑一下 自己的身体情况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如果现在打胎的话 会雪上加霜 以后落下病怎么办 再说了 万一在过程当中 出现意外怎么办 如果造成了 不可逆转的结果怎么办 这些你考虑过吗 可我要是现在告诉我哥了 他不光得埋怨我 他还得替我担心受怕 我不想让我哥 再替我担心了 你认为是拖累 对他来说也许是幸福 不管怎么说这事 你应该跟他商量商量啊 幸福 你说这话太紧交了 你要是过过我跟我哥 哪怕一天 我们享受的那种日子 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你所谓的那种幸福 其实是一种无奈 是苦中作乐 可他的根上还是苦的 你知道没爹没妈 是什么感觉吗 你知道每天我跟我哥两个人 尽紧出出 被街坊邻居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你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你知道天一黑 别人家的小孩 都被那爸爸妈妈叫回家吃饭去了 你知道我跟我哥是什么感觉吗 你知道每年过年的时候 家里面不都挺热闹的吗 我跟我哥两个人 熟着一盘速动脚子 我们还得装成 特想 特靠性 特满足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我哥上学的时候 他出去打工赚钱 就为了养活我 他被学校给开除了 我回家的时候 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了 我发现他蹲在树底下 偷偷地哭呢 我还得 我还得装成 装成什么都不知道 装成没心没肺的 他逗他了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相依为命 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一个惨点 可对于我跟我哥 那是每一天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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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妈的日子 我不想让我哥再重新经历一遍了 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再经历一遍 不想让我吗 那个美人 对我 还有一个人 这样 能不能让我 他也保译你 他会无法 有了 那怎么着我 我现在给叶珊打一个 那我要打通 我怎么跟她说呀 你问我呀 那是你干婚戒的 还是我干婚戒的 那您还是剃头呢 你能给自己剃头啊 那是 我的头都是我自己 拿转着圈的 我对着镜子 得了得了 行行行 您能干 您给自己剃头 那您帮我琢磨琢磨 我现在 我跟叶珊要打个电话 我怎么跟她说呢 你说我是直奔主题 还是迂回前进 我 我是 不能让她觉得我太猴急 但是也不能让她觉得我怠慢 是吧 我要不就直接给她讲一笑话 她上来讲笑话 好像显得有点轻浮了 我要不就直接跟她说 我喜欢她 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我 我这样 我先约她吃个饭 吃饭先聊着 看我见机行事 等会儿啊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万一套路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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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我说话吗 叶珊 你好 没 没什么事 我刚才信号不好 就是我这 哎 那个 什么 你你你明天有没有时间 我想约着跟你见个面 咱一块儿吃个饭吧 你选地儿 找 找一个比较好的地儿 安静一点的 说好方便一点的 你 你看行不行 别明天了 就现在吧 啊 现在啊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自己赶过去 一会儿见 再见 好 哎 喂 喂 他让我现在就过去跟他见面去 我说什么嘞这 这这这这这这这打铁呀 不是那我 我这一身衣 我这我这身都是汗味啊 玛丽就回家换去呀 得嘞 能能能弄我走了啊 这头儿 行嘞 得嘞 这个傻小子 记着多带点钱 这个时候告诉他不合适 可现在谁都按不住依依 万一依依出点什么意外 你让方骏怎么办哪 我觉得这事你不该颤合 可现在也不是多的时候啊 这样 你们别让依依出门 我先走了 嗯 行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慢点喝 好 那 那个 你 你先说 你不是有好的话跟我说吗 你先说吧 那行 那我先说 那个 我就穿着上做报告去了 挺精神的 是吧 我 我还是拖腿有点热 好多 好 那个 那个 这这这见上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心里都准备了半天了 见你之前我还挺紧张 就跟那公交车最后一排座椅直哆嗦 我就 我就一直忙活别人的事 怎么到自己这儿 这有点感觉就 嗯 什么 就是 穿越 也 也不是穿越 我 我就是觉得 你看我这人 最近这工作也没了 也没什么积蓄 然后说话有嘴滑舌 我 我办事也经常不靠谱啊 然后你 但我觉得咱俩 你看认 认识时间也 也不算长 但是也也不算短 反正认识一段时间 然后我 我觉得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也是 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一个机会我跟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喜欢你 也也也也也也也不也不 不是谈不上喜 喜欢啊 就是 不是 就就 不是不喜欢 就是那种 就我 我 我经常跟我的客户说啊 就是 如果 一个人可以把你的世界 照亮的话 那就说明 你喜欢啊 可如果 有一个人愿意 用尽所有的气力 去照亮你的世界 那就 你就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也就 我也是 你听好了 方君 从今以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不是一个人了 由我来帮你 替你分担 以后你不用一个人扛着了 以后你不用一个人扛着了 这太爱上了这 对不起 我也 对不起 我也 对不起 我也 还迎风流泪了 师父 这么远啊 就是送 送我公园 押在山底下押了五百年 就见着唐僧时候 说的这句话呢 师父 您终于来了 我现在特 特想干点什么 特 特想跑 特想翻跟头 腿还有点麻烦 我有点饿了 你再点菜吧 点 点菜 服 服务员 你 你要说什么 你说 服 服务员 我 我先点菜啊 服务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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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牵一块我还挺不适应的 你 你身上不露电吗 我怎么觉得我一阵阵发麻烦 看见 你单位真是的 什么事都加班 这资本主一阵没人情呢 想说今晚上咱俩 我们活动清不清 不也好 我一会儿待一会儿 我冷静冷静 我想想 以后咱俩怎么相处 温馨 那不是我啊 羡煞旁人 但是呢 一会儿能招人记忆呢 要不然一会儿我 你家边怎么看 那你怎么说的 一个 一个成功的 女性的背后 必定有一个 望远无穿的男人 我 我是不是话有点多啊 我有点冲动啊 我一激动我舌头冲雪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方姐 你咋回来了 不是 我没房子 我就想跟你说 下班以后去找我 小姐 宋鲜签了 终续也 不 还好啊 地球是圆的 咱俩走着走着 又能见到 对吧 来 走走着 小心点 你 该吃饭得好好吃啊 别饿肚子了 好 慢点开啊 慢点开 我知道了 来 姐 就你自己啊 啊 他们俩呢 我刚跟小邝去超市了 一一睡着了 哎 方静怎么没跟你一起了 没见着啊 见着了 那说了没有啊 没说啊 那你去了半天都说什么了 说我们俩的事啊 哦 他想你挑明了 我也没有想到 他会找这个时间段 来跟我挑明 我话都到嘴边了 我看他那个样子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他说我喜欢你 我说你没怀孕了 这也太不合时宜了吧 你没看见他那个状态 特别紧张 特别兴奋 都在心头上 我要是告诉他了 他肯定会昏过去的 那怎么办 这事能瞒多久啊 早晚得说 一一门心思想打胎 我连哄带骗的 也拖不了几天 反正啊 这事得抓紧 方怡 你跑哪去出差 这么久不回来啊 我这想你出差 辛苦得被催你 你这就出去瞎玩去了 赶紧忙点回家啊 跟我回微信 一点信都没有你 我告诉你 回来我有好事告诉你 赶紧的啊 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我有事想跟你说 你睡了吗 你说吧 这事得当面说 我去那儿找你吧 我就在你家楼下的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 这么晚了 不是 刚才 在家里给你那个什么 我就想 就过 过来 不是 你要跟我谈 我们上楼说吧 不不不不 你还 还是跟这儿先 先说清楚呗 那什么 我知道你 你这人心善你 你怕伤着我 但 但今天我 我说 我说那话 确实挺难拒绝的 我就怕你是不是 脑子一顿就答应了 我 我今天冷 冷静的 我又想想 其实咱俩差距挺大的 你要 你要是 后 后悔了什么的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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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我理 我理解 我 接 接受 谁说我后悔了 方君 你给我听好了 你想的和我想的 是一样的 我喜欢你 不仅喜欢你 我也希望把你的生命 给点亮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明白 完 完 完全明白 真明白 没事 陪你走到底 只要你愿意 没有勇气开口 说我爱你 陪你走到底 只想陪着你 在我们的世界里 爱是傻吃的 东西 越耽误越说不出口 早知道这样 我早跟他说得了 你可给我出主意啊 要不挑他心情好的时候 刚吐泼冷水 那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呗 往伤口上撒盐 雪上加霜 那你说什么时候 总不能等他 睡觉的时候吧 昨天晚上他去找你 你们俩 有没有 那个 什么 就那个 你懂我意思的 嗯 嗯 我天哪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八卦 我们俩什么都没做 哎呀 我八卦什么呀 你们俩要真那个了 啊 倒容易开口了 真那个了 我也没法开口 嗯 哎呀 那你说怎么办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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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方 哎 小方啊 您在家吧 哎 哎 那个我跟夜山的事您 得跟您说了吧 啊 是的 哎 我要请您吃个饭 顺便向您 会把点思想 哎 不用了不用了 我了解你 你又不是外人 哎 我在你小区楼下呢 哎哎 我上了啊 我上我上了没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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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先把右船把右船把右船把 哎 救命了 怎么办 没事没事没事 别别别着急 姐姐姐 你先去那边好啊 没事 怎么办 小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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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读走 读走走走 读走走走 读走走 别管行李了 读走走走走 读走走 读走走走 快走快快 快快快快 一走 væa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咱这边 走啊 走啊 耶 耶 你慢点儿 耶 读瞧 读瞧 读 我哥 我 上上上上 誰要可 一 要可我 這不行這不行 上 要可我 我們把這年的利息 一杯 要可我 這年的利息 這年的利息 刘姐 我小胖 小胖 来 谢谢 谢谢 来 换个鞋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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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鞋 你这地板都赶紧了 没事 我来关门 我 现在 下楼 走 下楼 快下 快下 这几个人吃饭 这么多锅啊 别 别 冯依依 冯依 不行 不行 叫 叫什么叫 哎 方医 我问你 你们去海南出差 你们怎么回来了 你上架吗去了 你干吗躲着我 你跑什么跑 摔不死你还跑 大夫她 她是不是折了 外伤没啥问题 先拍个片子 看看骨头有问题没有 哎 不行 不行 她不能拍X光 哦 对 孕妇不能照 谁孕妇 我 我 问你谁是孕妇 一 依依 我 我 我 问你谁是孕妇 一 依依 方医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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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们好孕了 你是不是好孕的 喂 谁的 啊 哎 嗯 小 孕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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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你稳静点 不是我 不是我 小胖 你稳静点 小胖 你稳静点 小胖 你稳静点 我跟你是一头的 妈 小小姨 你 是 是 你稳静点啊 啊 啊 来 哎 你敢气死我啊你 方医 别伤心 别伤心 大夫 对 对不起啊 别伤心 别伤心 何人你们都知道是吧 啊 小胖 你稳静点 你稳静点 哎 小胖 哎 你看看你 真是的 怎么没脑子你啊 啊 哎 我问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是 啊 方医不在海淋岛出差吗 怎么跟你在一块啊 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 他怀孕两个多月了 他不敢告诉你 就一直住在我姐那 你 何人你早知道是吧 你干吗告诉我 这么大事你干吗瞒着我 我想告诉你来着 我没找着机会啊 找什么机会啊 等着把孩子生出来 才是机会是吧 他个小妖头骗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啊 怎么着 结果我不是撞上你们 把他转移了是吧 继续蒙我是吧 我没想蒙你 我想告诉你来着 那你跟我说呀 我怎么告诉你 我没找着机会啊 怎么 咱俩昨天在一块 前天在一块 白天在一块 晚上在一块 怎么没机会了 你不能跟我说啊 你一见到我就跟我表白 我给你表白我还错了 我也没堵你嘴 我没掐你喉喉喉 你不能跟我说呀 你给我搞清楚了 让他怀孕的人不是我 你冲我凶什么凶啊 我 我不是冲你凶啊 没事 没事了啊 依依 没事了 没事了 德国 你们现在 问题不大 既然不能拍片子 那先找个中医的 骨科大夫给看一看 那好 那我去找一下 德姐 甭找什么中医了 就拍个片子吧 踏实 这孩子反正得做 趁年轻了 可是神不知鬼不觉 将来也不宜想结婚 是什么嫁人的 又怎么了 野山 你去跟他说吧 又怎么了 你跟我出来一下 怎么又出来了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黄菊 依依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我知道她不好 这都怀了孩子 还怎么好啊 我想告诉你的是 依依的子宫发育不良 属于子宫异胃 按道理说 她怀孕的几率是万分之一 什么 什么叫异胃啊 都已经怀上了 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 这次怀孕可能是她这辈子 唯一一次生育机会 如果这次把孩子给打掉 对子宫造成再次的伤害的话 将来想要再怀孕 基本没可能 你没事吧 我没事吧 我没事吧 怎么能弄成这样呢这是 没办法 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很残忍 可是现在谁也没办法告诉你 这个孩子是该留还是该打 这个必须你自己做决定 来了 哥 你怎么来了 风 你跟妈说 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可能是吧 什么叫可能是啊 这你都弄不清楚啊 妈问你 你们俩最后在一块儿 是什么时候 你们俩这离婚都有两个多月了 妈 你怎么还问这个呀 这不是抹不开脸的时候 你好好想想 你们俩离婚前 最后一次在一块儿是什么时候 这我哪能记得呀 妈 你输狗的呀你 怎么平时一点保护错事都没有啊 我出去跟她谈 你牢牢实实坐着 不准出去啊 妈 你别那个 行行 都是你 好好说话 你问青楼了吗 你不是要谈吗 谈吧 你不是要谈吗 冯冯怎么不出来 我还是跟她谈嘛 她是当事人谈得比较清楚 照你这么说 青楼妹妹应该来呀 你怎么来了 我看咱们还是家长对家长啊 谈吧 成 这孩子不是依依一个人的 冯丰是父亲 从法律和道德上她有责任 怎么负责呀 你想干什么呀 让他们俩复婚 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 你说得到轻巧 他们俩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知道那孩子就是我儿子的呢 你妹妹在外面认识什么人又做了什么事 这可谁都保不齐啊 您怎么这么说话 这真的是您的孙子 是不是我孙子还两个说着呢 咱们得相信科学 等那亲子鉴定出来了咱再说 如果真是我们冯家的种 复婚跑不了 你妹妹要是不同意 我趴地去求她 我吧台大轿 名媒正娶 满北京城最好的景点 你们可劲挑 不是没房子住吗 我花钱给他们买房子 我买不起 我出去租去 这房子我腾给他们住 可要是不是 你们也甭想从我身上捏走一根毛 您这么大岁数 您这么说话合适吗 谁让占您便宜了 我就是不想让这孩子没有父亲 我也就这么一个条件 你要是信不过我 咱们白纸黑字签合同啊 你要是等不及 好像现在有什么羊水穿刺 我可以先订一部分检查费 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我这儿也是先小人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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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今儿我来啊 也就跟你们说一声 既然你不相信呢 这孩子 我这儿不是 以后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妈 你刚才说的话也太过分了 一一她不是那样的人 这人心格肚皮 谁知道她是不是讹你啊 那你说 那孩子要证实我的怎么办 我怎么接孩子 你说你一个男孩 你还怕将来没儿子呀 你真是个杀人祸你 喂 依啊 好 一会儿回来啊 不聊聊呀 没什么可聊的 要明天几点去医院 你养好身体再说吧 凉啊 别动 疼 赶紧睡觉啊 eng 你 一直会 你这惹了大事 你 反正你孩子 人家还不认 大夫说 说他身体还有问题 这个不生以后 这辈子都没有孩子 那我知道 你为了医病的可以不要 你万一看得比什么都重 我也是 而我 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要是让他把孩子给打了 将来有一天他长大了 这辈子都恨我 妈 要 不就管 来养这孩子 能养一亿就能再养个小的 那你保佑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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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爱想想的那么容易 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 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 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 如果爱想期待那么顺利 就不会有那些孤单行李 一件件在心里堆积 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 穿不过气又难以忘记 躲不过去又害怕失去 拥有回忆想要神秘得到默� 期待下一秒的惊喜 陪你走到底 只要你愿意 没有勇气开口 说我爱你 陪你走到底 只想陪着你 在我们的世界里 爱是奢侈 在我们的世界里 的东西 在我们的世界里 和我爱你 在我们的世界里 和我们的世界里 有什么世界里 都压着我爱你 和我爱你 Oh 我愛你 陪你走到底 只想陪著你 在我們的世界裡 愛是善恥的 東西 愛是善恥的 東西 愛是善恥的 你愛喜歡